看啊老铁们 英格兰足球运动员粉上比亚迪了 曼城后卫凯尔沃克成为比亚迪 海豹车型体验官 与社交平台大战 你看这比亚迪官方没发 人家发出来知道吗 看看海外认可渡 海外受众圈城沸腾果 那个海豚海豹爱透散 就是比亚迪远 销量都很好 当地很多人以开比亚迪为种 在外国这也算是进口车 那价格卖的比国内高多了 我认为给中国争光了 全世界没买五台新能源车 就有一台是比亚迪 听清楚吗 而且2024年 全球最具价值的汽车品牌 有比亚迪 携手欧洲杯 助力绿色发展 这比亚迪很高的朋友 不要那个认为国内有人说 哎呀乔皮比亚迪 还停留在十多年前 三个字母你啥也不是 特别那些从洋外外的人 这里再提一句 你们最崇拜的外国的经营城 都非常看好比亚迪 完了你好像感觉不太好 你孤陋寡闻 思想没跟他时代的变化 你赶紧站起来吧 你尴尬不尴尬 而且比亚迪品牌 连续三年蝉联 中国汽车品牌第一 全球新能源 这个销量也第一 中国区更是第一 遥遥领先 而且比亚迪是全球第一个率先停产燃油车的 并且停产完燃油车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最佩服比亚迪的还不是销量 我最佩服的是比亚迪聚焦低碳生活 致力于全球温度降低于摄氏度 真正为人类的未来着想 为这个人类的未来啊 这个做贡献 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我最佩服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